好 另一旅 很多家長K2K3就緊張了 就是小朋友的學習 認知 是的 小朋友很有趣 邏輯很可愛 但有些情況 我相信有些家長都擔心緊張 尤其是有比較 都是那句 剛才說的 不要比較 因為比較就是人比人 比死人 還有小朋友 有些東西厲害 有些東西沒那麼厲害 給不完整個世界 所以都是那句 留意 我們留意了可以拯救老師 小朋友這樣 有些什麼我們可以做 其實我相信老師可以在他的專業角度 先給到一些東西 我們學校正在做這樣的東西 不如媽媽 爸爸 你先試一下教他這裡 或者給你一些方法 有些小朋友可能學得比較慢 適應 要多些時間 這些都是他自己的特色 所以請家長先掌握先 先觀察先 有些小朋友可能你教他幾次 都好像不太理解的 有些小朋友可能在言語處理你 你解釋了很多東西給他聽 可能他記不到 可能你那段說話很複雜 很長 所以有些東西可以 在家長的角度來講 可以慢一點 或者可能說了一兩樣東西 讓他做了 然後再說另外一兩樣東西 可以幫到他學得更加好 可以嗎? 當然練習都重要的 不過不是過度的操練 所以小朋友在學習方面 請家長去留意一下 這裡是裡面的點子 另外一件事是K3 其實K2尾K3已經有老師或家長 已經去問這個問題 小朋友有些字 反覆教了他 但很快就忘記了 有時候 這裡多一點 那裡多一點 少一點 有一撇 或者可能他寫東西 位置 空間 一個字拆開 分開 這樣 這裡有時候 其實真的需要開始留意 例如好像這條這樣 這裡有一些字 空間 出世界 或者多了一些畫 或者有些東西 你看看 你又少了畫 少了一個餐廳仔那邊 這些其實 如果經常 差不多這樣發生 都要留意 因為這些 就像一些初期的讀寫的情況 我只能這樣說 因為讀寫這個情況 在幼稚園是不會評估的 不過我們看到一些象徵 但是 小朋友有些情況下 在未上小學之前 是會有左右到轉鏡子 是不是讀到B字 讀到D字 六字、九字 P、Q 都會混亂 我見過一些小朋友 到二年級尾 都很少很少 二年級尾還有鏡子 但他不是讀寫障礙的小朋友 因為我評估的 但是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真的需要留意 好嗎 這個留意 當然第一件事 你們觀察 有時候我會教家長 可能做一些空間感的 一些小活動 小遊戲 可能跟他玩一些指示 可能教他左右線 可能有條線 如果整天分不到左右 我們會嘗試玩一些遊戲 舉左手 舉右手 或者在條線上跳來跳去 其實他用遊戲的方式去學一些空間 當然這是其中一個小的例子 有時候我們會再難一點的 可能會幫他玩左上角 即是熟了 已經是左右搞定了 可能加一些左上腳 右下角 左邊右邊 即是有些手勢跟他玩 其實都給小朋友一些習慣 判斷左邊右邊是哪邊 容易記一些字 向哪邊寫 因為他們有時候的不信都差一點 都是啦 家長可以幫的東西 除了鼓勵 內心之外 可能都要給治療師去幫忙 所以這個純粹請你們留意 但不要 又怎麼說呢 都要等小朋友去評了 是不是我們才知道 小朋友的真正方向是怎麼樣 因為有些情況 有些專注力沒有那麼好的小朋友 也是這樣 有些是身體協調的小朋友 都有機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都要經過專業人士去評估 好嗎